自由的渴望 自由是人類永恆的追求,是一種嚮往,渴望和追求的狀態。 它象徵著人類的尊嚴,權利和意志,是一種無價的價值。 自由的渴望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激發著我們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探索未知的領域,並超越自我。 自由可以有不同的層面和意義。 在政治上,自由意味著人民擁有表達意見,選擇領導者和參與決策的權利。 它是一個社會中的基本價值,為個體提供了平等和公正的機會。 在這種自由的框架下,人們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實現自己的目標,並享受他們所認為重要的價值。 另一方面,自由也可以被理解為內在的心靈狀態。 這種自由超越了物質和外在的限制,是一種內在的解放和平靜。 當人們擁有心靈上的自由時,他們可以超越恐懼,壓力和焦慮,並活在當下的喜悅和幸福中。 這種自由是一種內在的力量,使我們能夠接納自己,愛自己並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自由的渴望激發著人們去探索和挑戰現有的框架和限制。 它推動著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創新,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和機會。 自由的渴望使人們勇於冒險,追求不可能的夢想,並打破一切阻礙和束縛。 正是由於這種渴望,人類才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作品,發現新的知識和改變世界。 然而,自由並不是一種與生俱外的禮物,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努力和維護的價值。 它需要個人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建立公平,正義和包容的環境。 自由的渴望需要我們對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有清晰的認識,並以積極的方式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 在當今世界,我們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威脅,這些威脅可能會削弱我們的自由。 極端主義、專制主義、不平等和環境危機都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為了保護自由的價值,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堅定地捍衛這些價值,並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自由的渴望使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動力。 它激勵著我們追求知識,追求真理,並不斷超越自我。 自由的渴望使我們能夠實現個人的目標和夢想,同時也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 對於每個人來說,自由的含義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觀,信仰和目標。 然而,無論我們如何理解自由,它都是一種普遍的渴望,是人類共同的追求。 它是一種尊重個體權利和尊嚴的價值觀,是一種對平等,公正和人權的堅定信念。 自由的渴望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它激勵著我們勇敢地面對挑戰,並追求更好的未來。 無論我們身在何處,無論我們的背景如何,自由的渴望都是我們共同的力量。 讓我們團結起來,為自由而努力,實現我們的夢想並改變世界,自由的渴望。 自由是人類永恆的追求,是一種嚮往,渴望和追求的狀態。 它象徵著人類的尊嚴,權利和意志,是一種無價的價值。 自由的渴望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激發著我們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探索未知的領域,並超越自我。 自由可以有不同的層面和意義。 在政治上,自由意味著人民擁有表達意見,選擇領導者和參與決策的權利。 它是一個社會中的基本價值,為個體提供了平等和公正的機會。 在這種自由的框架下,人們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實現自己的目標,並享受他們所認為重要的價值。 另一方面,自由也可以被理解為內在的心靈狀態。 這種自由超越了物質和外在的限制,是一種內在的解放和平靜。 當人們擁有心靈上的自由時,他們可以超越恐懼、壓力和焦慮,並活在當下的喜悅和幸福中。 這種自由是一種內在的力量,使我們能夠接納自己,愛自己並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自由的渴望激發著人們去探索和挑戰現有的框架和限制。 它推動著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創新,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和機會。 自由的渴望使人們勇於冒險,追求不可能的夢想,並打破一切阻礙和束縛。 正是由於這種渴望,人類才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作品,發現新的知識和改變世界。 然而,自由並不是一種與生俱外的禮物,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努力和維護的價值。 它需要個人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建立公平,正義和包容的環境。 自由的渴望需要我們對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有清晰的認識,並以積極的方式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 在當今世界,我們也面臨許多挑戰和威脅,這些威脅可能會削弱我們的自由。 極端主義、專制主義、不平等和環境危機都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為了保護自由的價值,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堅定地捍衛這些價值,並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自由的渴望使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動力。 它激勵著我們追求知識,追求真理,並不斷超越自我。 自由的渴望使我們能夠實現個人的目標和夢想,同時也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 對於每個人來說,自由的含義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觀,信仰和目標。 然而,無論我們如何理解自由,它都是一種普遍的渴望,是人類共同的追求。 它是一種尊重個體權利和尊嚴的價值觀,是一種對平等,公正和人權的堅定信念。 自由的渴望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 歇巴楓會將在深刻。 歇巴楓會將啊!